在縣府以及交際公所的經費補助 有15位經驗純熟的社區媽媽分工合作 在短短兩天之內製作2100顆肉粽 來送給各社福團體以及獨居長輩跟社區鄉親 希望在疫情嚴峻之時 也能讓弱勢感受社會無力 我們一次除了慶端爐縱相暴縱之外 最大意義在疫情嚴峻之下 我們可以關懷弱勢團體 把肉粽分散給我們的獨居 弱勢團體跟社區的志工 大家一起分享這個端午期是這樣 因為團國節過後天氣也依然很嚴重 疫情沒關係 消退 我們希望所有的鄉親 大家一定身體一定要顧好 而參與的社區媽媽雖然勞心勞力 卻是最開心的一群 因為參與公益之外 還能互相交流包中的技巧 聯絡感情 我們社區有頭一次辦這個 那把肉粽的活動 我們長溪廟這邊的志工 就是全力配合我們理事長 我們的志工有十五個 十五個志工 每天早上都七點半就到那個 長溪廟的那個廚房 開始備準備材料 就整天下廚房 很高興 大家都在家裡 剛才我們國外媛媛長有說 我們兩天而已 我們兩千幾顆 我們就改革了 我們在家裡幾年嗎 兩個跟媽媽伯 對 來到社區 來到社區跟大家伯 對 傳媛長領頭 大家都來搭三天 就像我們開工廠 那心情結束很好 完全不一樣 那百個氣氛 還有我們流程的感受 十朝做愛心 歡喜過端無散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